好 美国加州局局出现了这个奇怪的怪鱼了 水晶湾的国立公园救生员 在罗牧海滩散步的时候 就发现这么一条呢 就形状怪异黑色的鱼的尸体 专家呢 送交分析之后 确认这是一只来自深海的呢 这个安康鱼 这国立公园管理单位就指出了 上一次在这个海滩发现同样的物种呢 是在2021年的5月 而这一次发现的磁性安康鱼 恰巧是在13号星期五被发现 因此人们就认为说 这会不会是一个不祥的预兆呢